在成都都江宴 有一百亩辣梅园 种植上万棵 我老家是达州万园的 万园是我们野生辣梅的主产区 所以从小我就见过辣梅 也很喜欢这个香气 成都人民有一种 对辣梅的天然的喜爱 我就当时也想建一个花园 访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 为了寻找辣梅 在几十年前 成都有个风俗 就是女孩子出家的时候 父母给她陪一家几十颗辣梅苗子 就种到她的房前屋后 她从当姑娘的时候 陪嫁的东西 她别个家都变成老太太 就好几十年过去了 所以我基地很多大树 都是五六十年了 慢慢地就越建越大 品种就收集的越来越多 实际上都是占不得 各个区县的老庄 如果我不收集的话 流失很可惜嘛 既然喜欢就想方设法 这一家繁育 和四川省农科院 花卉研究所的宋主任 我们一起来做的这个工作 当时我找到了一颗 非常独特的品种 就像蜜蜡一样 我当时想胡贺吧 就是珍宝 还有孩子的外婆和奶奶 都姓王 琥珀是两个王子旁 这个花的品种秘密为琥珀 然后就把这个园子 也秘密为琥珀月 现在将近接近百亩了 七年前我们开始用紫薄苗 嫁接了新的品种 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建一个国家级的 辣米品种资源 把我们这些优良的品种 永久地保留 我们种花的人 可能每个人做的花不一样 但是如果做到一定规模 我们就有义务去传播 中国文化 特别是做辣米 让人事业人们见见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美 什么是真正中国人的花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